我們請SD做準備 對對對 好,那這也是Cofet真的講的聊天機器人 然後我是MrRZ,又可以叫我Johnson 那這個其實最近有一個非常紅的這樣子的影片 一直在LINE上面傳 那它其實就是拿德國機場的翻空演期的畫面 然後說是美國紐約地鐵的槍擊 然後又說實際上都是中國人這樣子 另外其實最近也有一個蠻紅的 因為最近又要選舉了嘛 然後就有人說其實大家要去下午去投票 這樣的話對方才不容易做票成功 這樣的訊息 那這些訊息其實查的報告都已經在網路上面了 可是你的家人跟朋友可能對查資料不太熟悉 還是會被騙 然後在聊天室轉發這些訊息 那或者是他有可能會私訊來問你說 這個訊息你有沒有什麼不同的看法 這個時候呢 Covet真的假的 或許就可以來幫你 我們做了一個LINE的機器人 陪伴大家一起來面對LINE的訊息 以後如果你遇到想要查的訊息 就可以分享給Covet真的假的 他就會自動告訴你呢 其他貢獻者對這個訊息 又查過什麼樣的資料 這個機器人知道要回什麼 是因為背後有一個資料庫 如果機器人收到一則訊息 資料庫裡面找不到的話 他就會問對方是不是願意成為 全世界第一個回報這個訊息的人 那他同意之後呢 這個訊息就會出現在 cofets.tw網站上面 善良的緣集們就可以進來看訊息寫回應 我們從29萬的LINE使用者 收到接近10萬則的訊息 另外一邊也有人在網站上面幫忙回應 而這些資料全都已經開放在網路上面 所有人都可以使用 有第三方的Chatbot接取 Covet API 也有調查記者智庫學者 用Covet真的假的資料來做報告 形成一個生態系 讓社群協作的成果能夠發揮最大的影響力 今天Covet真的假的呢 在這裡寫 希望大家一起來做善事 我們可以到Covet.tw網站 替有幫助的查核回應按讚 這會讓有幫助的回應 在這個聊天機器人裡面更容易被看見 如果你看到一則你想要親自回覆的訊息 這個頁面所呈現的資訊 也可以幫助你判斷這個訊息 有多麼的熱門 或者是看看相似可疑的訊息 是不是有其他人針對類似的訊息寫過回應 你在這個地方填寫的內容 也會讓Line真的假的這個聊天機器人使用者看到 也會加會生態系裡面的大家 那大家一起來練習查證 練習如何撰寫 有說服力的回應 才會讓這個社會面對假訊息的時候 能夠更有韌性 程式開發方面呢 我們整理了一個Covet.tw網站上面 使用的一些issue 例如說如果使用者沒有登入的話呢 就應該把輸入框藏起來啊 或者是按下去的時候 它其實有做事情 可是外觀上面沒有反應 或是針對RWD的切板之類的東西 那都在這個Rumors Site DHub的這個Good First Issue的Label下面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 要徵求ReiAid.js的工程師 一起用一個下午 讓網站變得更好用 那這邊的話就是 Covet.tw.app 讓我們一起來陪伴在Line裡面 收到謠言的人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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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γι 50 001 站出來 完成 我們드� har了